务实最后看人生,我想的最多的是什么,自己一生的奋斗到底是为了什么,自己能做什么,现在这个轮廓已经慢慢清楚起来,能做的已经做了,不能做的也做不了,因为身体,思想,都已经不是那个能折腾的时候了,想的最多的,还是自己最后的归宿和使命,务实而知天命。 我感觉其后更要科学,正确的看待人生,换言之,要会看人生,善待人生,1963年出生,鬼五星属水,冒为生肖兔,耐阴金薄金,为谁兔之命,1963年,属兔出生人格性温和,适应环境能力强,不擅长表现自己,喜欢随遇而安,容易获得满足,也是因为属兔的人太容易满足。 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显得比较被动,有时还会得过且过,很少全力以赴的去完成了一件事情,63年出生于龙立鬼卯年,尖干为鬼,地之为卯,鬼五星属水,卯为生肖兔,五星耐阴金薄金,故为水兔之命,金薄金者,润色背盘,分光公式,大包须借乎别金, 苗台并假呼人力,此今甚微,卑木则无所依,墨益平地为上,由此不宜见火,有火祝天,属兔人,十二月开始事业大丰收,财富涌进门,日子顺心如意属兔的朋友,今天之后注定热不起,在十二月份的时候,属兔人事业高升,横开进家门, 他们心思灵活,博学多彩,假以时日必定能够闲于翻身,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,在事业上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,很快就能够收获万换家财,摆脱单身的生活,扬身一变成为有钱有势的成功人士,让人羡慕,属兔的人生来逢龙得极心高涨,这辈子是后见极强之人,雄心勃勃,因为他们的性格很自信, 做事不求快,只是稳重,所以兔从来遇到过困难的情况,一步一步的总能活下来,到了2019年开始横财入命来,生肖兔事业突飞猛进,吃香荷辣,年底前就可能迎来翻身大事,钱财不愁,并且在生活中会遇见生命中的贵人,在他们的鼎立相助之下,会收获不菲的财富,很快就能够宏图大展, 富在一方,说兔人,他们好的打牌方位,在什么坐下呢?下面一起看看白衣坐北向南,坐南向北,坐东向西,对家需尽量避开属虎的人,最佳麻友是属狗和属羊的人,大麻将最佳的时间是13点,到15点和19点到21,00, 坐为凶方,既坐西有山,使山向东方,坐为吉方,坐北向南,坐南向北,坐东向西,有很多人都是先苦后前,早年的奋斗努力,换来了以后的轻松和富贵, 而这些生肖更是前半生受苦,后半生享福的人,都是大器完成的人,成功都是靠着经验和时间磨练出来的,63年的属兔人温顺,能知苦,年少知识,所经历的苦难会比较多,也自然把他人更加坚持,在逆境中不断成风波浪, 真正能实现拖变的时间是在53岁前后,此时的他们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强者,在财人面前,取得钱财亦如板掌, 哼还真财不断,生意大发,事业有成,大器完成的属兔人他们,已经属于人中龙凤了,总体来说,属兔女拥有英明的头脑和出色的交际能力, 即便是在婚后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欲望,他们不仅能力出众,而且外表美丽动人,属兔女简直就是完美的结婚对象, 结婚以后可以兴望丈夫和孩子,有他们在的家庭注定和和美美,日子红红火火,他们这一辈子不仅由老公宠爱,生活甜蜜,而且儿孙孝顺,儿女才欲旺盛,富贵荣华三代人, 随着时间的增长,未来三年他们很快就能够大转转转,年纪越大越有钱,喜事多多,属兔人在财神庇佑之下,光宗耀祖, 在这提醒属兔人的开运技能,人的运势是阶段性的,十年一大运,五年一小运,而具体到每一年的流年运势,基本都是在大运的框架下运行,你要相信命运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, 不论你信还是不信,他就在那里,左右你的运势,顺逆你的人生,若是属兔的朋友感觉自己最近经历不济,时常犯迷糊,或是对前途充满迷茫,想极力改变现状, 不方前程供奉自己属相的伴命魔,文殊菩萨心经手串,手串采用黑钥匙材质,长期贴身佩戴,能够增长财运和福气, 让佩戴着身体,事业,财运都顺顺利利,或菩萨的加持,驱除身边的妖怪苦恶,避免受无望之灾, 保佑心想事成,可谓是菩萨赐予人的珍贵礼物,增福增受,功德殊胜,功德无量, 建议属兔人可以趁下半年转运时尝试佩戴自己生肖的配饰,可压制自己的心火, 祝你在下半年都逢贵人,远隔小人,事业顺利,万事安排,点击下方蓝色字体, 开光十二生肖本命抱着运狩猎,直达奉勤自己生肖配饰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